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就在1994年的6月13日 然后我因为持续的在我们的家乡 那个小小的地方粘贴关于六四平坊 和揭露中共镇压六四的这些大字报啊标语 然后就在6月13日那一天 就被中共的公安给抓获 抓获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的话 那一天的6月13日 就是那一天就是说是我们农历的短午节 那一天的话很晚12点 大概是12点将近12点的时候 他们审讯完毕以后就是说 我那一天没有吃到重则 是直接就是他们开着警车 就直接把我送到了我们的 那个一阳市的那个看守所里面 直接就把我给关押起来 关押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进去以后就免不了 就是说要被那个一个牢房里面的所谓的那些牢头预报们就会要全打脚踢 就伺候一番他们就就是说这个每个在中国大陆坐牢的话 每一个进入这种看守所的关押人员的话 就是必休克 就是说你关进牢里以后 必须就是说第一天毫无理由的就要被那些牢头预报给打一场 而且你不能反手 也不能说有反抗 任何反抗的行为 大概在看守所里面就关押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以后 就是说就直接就给我下了下了一个牢教的通知书 牢教通知书就是以所谓的反革命罪 就是判处就是说要劳动教养两年 在劳动教养的时候 现在中国已经废除劳动教养的制度 但是在那个时候劳动教养就是说 它是不经过法院的审判 可以不经过法院的审判 就直接是由当地的政府公安部门 就直接一个行政的命令 就可以让你失去自由一到三年的时间 然后就被关到了一样式的牢教所里面 牢教所的话就是一个 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地方 因为监狱的话你至少还是通过了宣判 通过了一些有一些正规的 有一些所谓正规的一些程序在里面 在监督或者是在看着你啊 但是说在所有的劳教所里面 基本上是任何的权力都得不到保障 我在劳教所的时间的话 当时就是说所谓的劳动改造 劳动教养的话 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劳动 每一天的话就是有做不完的那种那种那种 比你分配的那种劳动动物 劳动动物的话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那种劳动动物 我记得我当时我被关到劳教所的时候 他们劳教所就是向外面承包了一批那种 很危险的那种甩炮 我们叫甩炮就是一些沙子 沙子就缠着火药 缠着火药以后就把它捏紧 然后包在一个薄薄的纸里面 可以用力的摔下去 摔到地面上它就会发出一下 喷的一下声音 发出声音以后就会有那种喜庆的气氛 可是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我们那些所谓的劳教人员 休息通过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通过兔子自己的劳动所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些血汗的东西 而且那个东西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话 就是说它要不停的加水 如果你万一加水湿润它的话 它稍微一干燥的话 它可能就引起暴躁 所以说我在劳教所里面两年的时间 我就亲眼看见 因为沙子这种火药的爆炸而造成了 至少有两个劳教人员的眼睛被炸瞎 还有一个劳教人员 因为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活生生的死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还有一个劳教人员的话 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永无休止的这种强迫性的劳动 而采取自残 自残的手法很残忍 就是说它就把玻璃打碎 然后就把自己的手腕就 拍在那个玻璃上面 把自己的手动脉就割断 然后血喷出来 时间的关系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月 我们下个月